大家好 我是沈琳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 艺术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个大部分之一 而音乐又在于其中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吕思青 吕老师 恭喜讨论一下其实音乐对他的人生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吕老师你好 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吕老师四岁开始学琴 是的 四岁好小耶 是挺小的 但是我三岁的时候就跟我父亲说我想学琴 你自己自动自动想学琴吗 是的 但是那时候我父亲请教了一些专家 然后他们都说我的手还太小 胳膊也太短 所以要等到再长大一点才学 四岁就开始 对 可是那时候三岁跟四岁成长也不过一年 手还是小隔 就是一年 对 三岁半到四岁半嘛 但是一般学琴嘛 只要手伸直 然后够得到那个琴头 就说明你这个手差不多可以开始学琴了 对 可是还得以压力啊 那是弦乐器 还好我们是很小的琴 很小的琴 但是还是因为太小所以我学了三个月的空琴 就空琴两期没有按指头 对 哦 OK 所以这样子一路一路慢慢练过来 对 是 一路练过来之后现在是家喻户晓的琴琴家 得过非常非常多的奖项 一路走过来会觉得辛苦吗 某些时候觉得很辛苦啊 因为一开始学还是受家庭的这个影响吧 我父亲非常喜欢音乐 然后我两个个也都学过小的琴 所以在我的记忆里 童年就是在琴声当中度过的啊 但后来真正的就是被中央乐学院 八岁的时候被破歌录取了 然后走了这个专业的道路以后 觉得还是蛮辛苦的 因为这个一个是像我们学习音乐吧 在某种程度上跟这个比如说体育运动员 还是挺像的 就是你要去每天要有长时间的这种训练啊 主要机能上的一些训练 所以这个在音乐学院的时候练的比较多 尤其是在十四五岁的时候 准备一些国际大赛的时候 一天都可能练到六七个小时 甚至七八个小时 那时候觉得还是蛮辛苦的 因为也不知道说你练这么长时间 到底说你将来是不是会做 这件事情对吧 是不是你终身的一个事业 另外就说也不知道你到底能做多好 所以对自己的将来还是比较茫然的 对对 所以就是觉得还是有点辛苦 所以在中学时候那个时期 因为其实你八岁破格进入了音乐学院 对不对 之后又马上进来了朱利亚学院 对 之前还去过英国的美女英学校 被这个世界著名的小林杰也会为您 对 可是你看哦 你去的都是世界上面一等一的音乐学府 您对您的那个时候还茫然 没有 因为还有很多同学嘛 也都很优秀嘛 甚至有很多其实在这个机能方面啊 这个手的条件方面比我优秀得多 所以当时是觉得这个竞争还是蛮厉害 当然因为我是自己喜欢音乐要学的 所以一直还是对音乐很热爱 所以还会很这个专注在学习 像我们音乐院有一些同学 到后来学得太辛苦就转行了 对对对 因为真的练得非常辛苦 像您说的一天六七个小时 运动员都会有运动伤害 而且最关键就是你水平越高吧 要提升就越困难 对 你哪就像运动员 你说你百米赛跑对吧 你从比如说11秒跑到10秒5 那个比较容易 你从10秒5到10秒4 10秒3 每一0.01秒就要花很多很多的训练 和你不断地去琢磨 怎么能在技术上去提升啊对吧 所以这个小艺术也是一样 越往上其实是越难 可是再上网上钻研还是更难的 什么时候是您的转类点 觉得这其实是您的事业 人生志业 我觉得第一个转折点 应该是我17岁获得意大利 帕克尼尼国际小艺术第一名 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来说 一个很大的鼓励啊 因为之前我也在国际大赛当中 也获过奖 当然没获过第一名 所以那一次获得第一名呢 我觉得首先是对我整个人的这个信心啊 有了很大的增强 因为毕竟你想 这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小提琴大赛之一啊 那在强手如临的这种情况下 我其实当时是亚洲第一个 获得第一名的这个小提琴选手啊 所以当时确实很震惊 在意大利也是很震惊 在音乐界也非常震惊 那对我来说 我突然觉得啊 原来就是我原来知道自己啊 好像演奏的还不错 但是在这么个大赛当中被认可 被这么多世界著名的小林家和评委认可 我突然觉得哦 我不是不错 而是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对啊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所以很多人当时就评价我的演奏嘛 就是说我去参加巴格尼比赛之前 当然演奏也很好 技术各方面也很完整 但是我回来以后发现 好像我就变了个人 好像就是比如说在音乐的这种表现上 在整个的舞台的这种状态 演奏的状态 包括对于自己演奏的一种信心 都增强了很多 感觉就是脱胎换骨了一样的吧 我觉得也是一种就是说 一种这个常年的一种学习积累 到了一定的时刻的一种 智的爆发 一种智的这种改变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捩点 就是您17岁的时候 从4岁开始练习到17岁的时候 第一次爆发了 刚刚您也提到 其实精益求精是更为难的 17岁爆发了 脱胎换骨相打了鸡血一下 觉得那时候 其实人生的转捩点 就从那时候开始了 精益还要再求精 当然您到那个时候 一定会想要更往高峰下面走 怎么走 对 其实也挺困难的 因为有一个转变嘛 你从那个学生 要真正走向一个职业演奏家 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转折 因为很多大部分 学习音乐 学习悬业器比如说的人 他最后其实都成不了独奏家 最多的可能性 最大的可能性 比如说进一个好的乐团 这已经非常好了 或者在一所著名的院校 可以当一个教授啊 老师啊 这非常好 但是作为读主家来说 确实是非常非常难 所以这个转折挺难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 在你年轻的时候 你通常是会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点 年轻气盛的这种感觉 对吧 就是什么事情都要 一定要 要做得比别人好 对吧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呢 通常就会给自己 比较大的压力 就会觉得 哎呀就是 比如演出 就会很紧张 一定说要 比如技术上要做得完美无缺 这个整个演出 必须要赢得所有人的赞美 但其实音乐是很难 做到这样的 因为音乐又不是 白米赛跑 谁第一个冲过终点 谁就第一名 对吧 音乐是一种比较 就是相对的一种 这种 主观的一个看法 对 的观点 它标准都因人而异 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这个很难说 所有人都觉得 你是最棒的 但我们到时候 就想让所有人说 所以给自己 很大的压力 后来逐渐地通过这种 不断地积累经验 自己事业的发展 后来就是还是觉得 最重要的还是 怎么去很真诚地 去表现自己的音乐 怎么样能通过自己演奏 一个是把音乐的 这种魅力 它的美 能够很好地 如实地表达给观众 另外一个 怎么把自己的一种 音乐的个性 以及对音乐的理解 融入到自己的 这个音乐当中去 所以最终还是说 要寻找到一个 自己的所谓的 这个叫 comfort zone 就是对吧 自己觉得比较 比较舒适的一种 演奏的状态 我觉得表达的状态 音乐表达的状态 对 音乐表达的状态 其实有很多 80后 90后 甚至00后的 这些小朋友们 对于吸收音乐的过程 是从流行音乐开始的 很多流行音乐的演唱家 他们的技巧 可能是非常好的 其实演奏乐器也是一样 有时候你很想要 把东西是非常如实地 带给观众 用自然的心态 带给观众的 可是也许 有些观众会觉得 我好像很想要听 吕老师的技巧的 那个方面 在技巧当中 跟如实把音乐 呈现给观众 两者之间 您如何做抉择 这个问题 我其实回答过很多次 对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演奏 就是听不出 技术的演奏 你知道 真的 当你听一个演奏家 你只会去融入到 他的音乐的表达 和他的音乐的思想 之中的时候 你知道 你就完全会忘却 就说他 拥有多么高超的记忆 但是其实他 这个高超记忆 是能够完美地表达 这个音乐的一个 必须的一种技能 对啊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很多演奏家 包括我自己 其实也是这样 都希望是以技术取胜 对吧 对 一个演出 演花缭乱 什么这种高超的技术 希望以这种技术呢 去压倒观众 就逼着观众来 接受你或者为你欢呼 为你惊叹 对吧 但现在其实 我们都觉得 越听不出我们技术 厉害的地方 越好 就像中国武侠小说 里面的轻功一样 是吗 就像太极一样 拨不着编辑 对啊 你其实内心里 有无数的能量和技巧 但是你在外面 完全都看不出来 都是你所表现的 大家所接受的 都是音乐 都是音乐里面 最感人的这种情感 最震撼的这些音乐的表现 我觉得这个 才是最重要的 刘老师 我有私人问题要问你 因为大部分的人 听歌会有歌词 因为你跟着歌词的情绪 而有所起伏 因为你听到的是歌词 古典音乐没有歌词 可是古典音乐 也同样的可以震撼人心 你可以让观众听到流泪 如何去震撼观众 其实这是古典音乐 更好的地方 因为你像文学作品也好 歌曲也好 其实经常 它是把大家 局限在一个场景里面 或者一个情绪里面 但音乐 我们经常说 音乐是超越各种语言的 一种更容易 让大家情感交流的 一种艺术形式 所以就是说 我经常说 文字结束 这是音乐才开始 对吧 所以我觉得音乐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作为音乐家 我们是用音乐这个媒介 去感动 去引领大家 进入到音乐这个美好世界 进入以后 我们其实是放飞 让你放飞自我 让你 比如说我演奏一首曲子 对吧 如果音乐厅里有一千个人 就有一千首这个曲子 其实是同一首曲子 但是每个人的 对他的理解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 每个人的成美的这种标准 其实都不一样 所以他就会出现 一千首 非常多不同的想象空间 对 所以这种想象 这种创造力 我觉得是音乐里面最奇妙的 对自己 如果就算是当爱好 也是有好处的 可是如果当志愿的话 也是有另外一个层面 不同的好处 对对对 今天非常谢谢吕老师 来到天下纵横谈 我们谈到了许许多多 像吕老师的音乐生涯 以及他从四岁走到今天为止 对于音乐还有艺术人生的看法 如果你对音乐也有兴趣 一定要建议你千万不要放弃 把你的梦想摆在第一 就算是想要当爱好 也可以好好的一起钻研 让音乐变成你的人生 感谢观看